来关注一位乐坛的前辈 今年65岁的谭永林 也是许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前段时间被爆料说 她的腿受伤了 还有传说说温娜乐队要解散了 这个周末 谭校长接连出席了好几个活动 还是让她自己跟大家来说说 天气冷了 但校长谭永林却依然火热 65岁了 不仅行程满档 到处开演唱会 还要抽空和温娜舞虎的老友相聚 昨天还参加了一个慈善步行活动 简直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 温暖了大伙的心窝 逆生长的谭永林还说 咱现在跟小鲜肉们 那都是一根藤上的葫芦娃 每年都有做身体检查 最好像是今年的医生 说我不再是25岁的心状的状态 是悲愈的状态 而且是我每一个星期做那么多运动 因为是保持的应该挺好的 看看谭校长 这动如脱兔的活泼样子 简直就是如花似玉一匹狼 强壮到就算让他上山打老虎也没有问题 所以之前盛传的校长脚伤未遇 看来也是纯属虚构嘛 礼拜二礼拜四晚上踢球 礼拜三礼拜六白天踢 礼拜一礼拜五打羽毛球 而谭校长如此努力运动的原因 除了强身健体 其实还是为了广大歌迷着想 因为校长承诺 他要为了歌迷活到老唱到老 然而最近关于温男五虎将 要解散的传闻不绝于耳 毕竟一个乐队成立四十多年 成员们也都有了各自的发展方向 趁着出来露练的机会 校长也身体力行地来辟扬了 不忘粉丝情意 兄弟友情也要顾 校长这唱的不是寂寞 而是情怀 新闻再现 综合八道